也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們這地方就是一點點枯葉就好 因為主題在那個 在那個蓮蓬 枯葉就可以從 那可能 在這一袋 一點點出來 這個地方真的是很好玩有沒有 畫在它的那個後面 然後 可以有一些層次的變化 真的是那個花都掉光了 到那個葉子都枯了 那個季節了 好 如果說你覺得需要把它畫一點水 水紋水波也可以啊 輕輕 這個地方那個 水紋不要太重的那個顏色 墨色不要太重 輕輕的 好像在拉線一樣畫線一樣 很簡單拿來拿完 好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畫面 假如你覺得說有需要 好 別動 好 別動 好 有隻鳥停在這邊 可能在等它的朋友啊 或者是在在看風景啊 都有可能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 加一點顏色的變化 會比較豐富 先把它的身體 把它定位置一下 翅膀 翅膀 稍微畫一下 然後它的這個尾巴 在兩個翅膀中間 好 那麼它一定要站在上面對不對 所以這個腳要把它抓住喔 好 不然這會掉下來 沒有抓好就會掉下來對不對 好 腰痛對不對 這樣 這樣喔 好 好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畫面喔 就有那個 非常 韻味非常多的 變化 好 然後呢 你再 需要說我們把那個 鳥的嘴巴加一點 一點點顏色 其實鳥有很多很多種種類喔 那這個是不知名的鳥 那這個是不知名的鳥 眼睛這邊還有加一點 稍微加一下 如果它在唱歌 我們就用一點點那個 畫一點點舌頭 這樣喔 就像在講話啦 在唱歌啦 都可以 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構圖 最後呢 把那個蓮蓬的地方稍微 用一點咖啡色的色系 咖啡色色系稍微把它掃一掃 顏色都不要多 它只是一個輔助的作用 也不要太重 欸 這樣就可以 這個地方就很 蓮蓬的紫的地方 那個洞不用去上色沒關係 它會比較有一個立體看出來 好 那葉子呢 同樣你也可以用那個咖啡色 這個色系稍微把它稍微掃一下 這個地方都不用太刻意 很輕鬆喔 咖啡色就是紅色黃色 就一點點藍色 讓它會暗下去喔 顏色的比例 調的時候沒有絕對準備 但是你要看 大概這個色系 大概這個色系 就是在它破的地方稍微掃一掃 不用全部了 就是比較明顯的地方 可能大家的地方 就是把它那個 像你看 雖然破掉 但是你用顏色把它 把它畫出來 它就會 都融在一起 這個就是 有時候看畫面時期的需要 在做整理的時候就會 慢慢有另外的那個呈現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喔 當然你如果覺得說 像你的小朋友覺得說 水呢 水 你如果覺得需要 也沒關係啊 你只要用一點點 藍色系 因為現在這個都是暖色系 畫面的變化 你可以用一點水的那種 先畫線條 濃的時候畫線條 比較淡的時候就可以用面 來掃一掃 做成一個面的感覺 要讓它注意看喔 老實在畫 你不看 你畫你就不會了對不對 上課專心的人就學得更多 好 如果你覺得需要 比如說我們把那個上面 畫幾片那個那個 那個小的那個葉子 也可以啊 好 它的變化會很豐富 好 那它的變化會覺得 很豐富很多 那這個可以等燒乾 旁邊把它稍微框起來 這個地方也不要太重喔 太重的話就比較不協調 好 最後你用濃一點的深藍色 把它中心點一下 讓它的層次有一點變化 這樣好 讓它層次有一點變化 好 好 最後我們把那個蓮蓬 那個立體感 這個要把它畫一下 就是紙啦 它的紙 這個把它畫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立體感出來 這個小的喔 一樣喔 最後用比較深的那個濃的喔 在上面點一下 因為它那個紙喔 結好的時候 它那個會有一個小小的漸漸的刺 好 我們在上面 把它點一下 好 它就會有那個 臉筒的那個 感覺出來 最後看需要濃膜的時候 再整理 然後再加強一下 這很多都是給我們的啟示喔 就是說 你去注意一下 其實它非常有意思的 有很多變化 好 然後找個地方 比如說你要寫個字的 你要這個